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参加评委还有热心的戏迷们 顶着凛冽的寒风来到了人民剧场 在这里呢 我们对大家表示衷心的谢意 感谢大家的光临 谢谢 同时呢 也非常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观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今天进行的是 梅来芳金奖大赛 半截组第三场的决赛 参加今晚决赛的有三位演员 那么他们将依次登场 今天首先登场的呢 是江苏省京剧院的黄孝慈 请朋友们观看有关他的介绍 江苏省京剧院著名青衣花旦演员 黄孝慈生于北京 1960年毕业于中国戏曲学校 第一期进修班 师承华慧林杜静芳先生 他有一个幸福和谐的艺术家庭 1964年全国现代京剧会演 黄孝慈曾受到敬爱的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和赞扬 在1988年全国京剧新剧目会演中 荣获全国优秀表演奖 1989年他荣获第七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的榜首 同年又荣获省政府的通领嘉奖和省首届文学艺术大奖 几十年来黄孝慈在舞台上塑造了几十个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 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行家们的称赞 近年来他还积极辅导青年和外国友人 努力为弘扬京剧艺术做贡献 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 黄孝慈还刻苦学习书法绘画 并发表了多篇论文 我诚振着感谢文化部振兴京剧指导委员会 中央电视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和中国京剧杂志社 给我提供了这次极难得的一次 学习的机会 汇报的机会 衷心的感谢 各位专家 各位老师 和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老师们 对我的关心 培养和支持 请您们看我的表演以后呢 给我多提宝贵意见 黄孝慈演出的第一个剧目是 凤凰潮 这是一出梅派代表剧目 是属于清宫的戏 那么清一行当的唱功戏非常重 让我们欣赏黄孝慈演出的凤凰潮 唱功戏非常重 优优独播剧目 全民演出的凤凰潮 表演出的凤凰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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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老师 李宗盛 紮实 李宗盛 十五岁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钻研中不断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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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